老师好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如何能做到好心不去办坏事 就是好心不会去办到坏事 怎么样做到好心不做坏事 这个最主要就是要有智慧 一般人 要说好心去行善好心去帮助别人 大家一般都会喜欢 都会想要去帮助 问题是真的 如果我们欠缺智慧的话 往往有时候会好心 做了坏事 好心帮倒忙 所以 要怎么样能够来到好心但是 不做坏事 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不是在帮倒忙 不是在做坏 这个就是要有智慧 说智慧这个变成很抽象 说智慧好像变成很抽象 那这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 要来到 让我们能够 从良心出发 去判断 去思考 有些事情 做会比较好 我们要去衡量他的利的一面 还有弊病的一面 利弊 我们要去衡量 有些事情是做会比较好 不做 我们会 后悔 会痛苦 那有些事情呢 是 做了 但是 它是会 产生更多的副作用 更多的副作用 会产生懊恼 后悔 包括我们要帮助别人 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我们有些帮助 反而是会 害了一个人堕落 害了一个人堕落 就比如说 有些 有些父母亲 很疼爱小孩子 很疼爱小孩子 那 舍不得小孩子做家务事 当小孩子要扫地 就觉得 我的宝贝 你不用扫了 你赶快去读书 你赶快读书就好 这个让妈妈来扫 让爸爸来做 让女佣来做 表面上好像是很慈悲 很疼爱这个小孩子 但是呢 却让这个小孩子 渐渐养成 不做家务事 渐渐养成懈怠 懒惰 所以 溺爱 溺爱事上是 害小孩子 不容易成长 溺爱 让小孩子 延缓 持字 成长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有 慈悲 要有爱 但是要有智慧 该让小孩子 去历练的 就要 不要 舍不得 还有 我希望大家 也能够 跟父母亲沟通 因为有时候 父母亲会很疼爱我们 什么事情 怕我们吃苦啊 怕我们承担比较重的工作啊 然后会要帮我 哎呀 你宝贝啊 你不要挑那么重的东西 你不要拿那么重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大家 要学会做生命主人 你可以跟父母亲沟通 爸爸妈妈 我能够做的 我会自己来承担 你们不用担心这么多 可以跟他们讲 你能够做的 放手让你去做 所以 这个就是要有智慧 要去沟通 OK